为200磅肥鱼,这大怒海求生14小时 美国的两姐弟在加勒比海盛罗西亚和死神刹身而过 上个星期二,两个人和政府船长出海 钓到条重200磅的马临鱼 怎知搞到船身入水 船长和他们齐齐挑船,但很快失散 在怒海挣扎了很久才见到地 怎知竟然是原来哪? 有捉14个钟 用草保暖和食味熟的生果保命 最终被人发现回 两个人说当时一直有 最怕就是有鲨鱼 但幸好两个人和政府船长全部获救